變成怎麼樣?重新再建專案 建專案,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樣嘛,就是一定PiDiv的project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我是選這個,有一個Source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預設的一個Package 叫Source,SRC 然後選的話要選3.6 把它Finish之後就會產生一個空的專案 底下會有一個Package 那如果我之前舊的那些東西 假如說要快速的把它搬過來 其實你可以把拖拉放開就可以了 其實Equipe只有支援拖拉放 這樣其實就方便很多 因為這一招我以前也在 因為這個環境我跟各位講過了 不是只有開發Python 開發Java啦,PHP啦,JSP啦 一堆的其實都可以 甚至寫CC++也可以用這個環境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的環境設定也要變更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設定好的 那個什麼 剛剛這個PiDiv那個部分 也要再重新再去把它設定一下 這個環境這邊的路徑也要改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什麼呢 Workspace 這個Channel裡面的那個 Workspace裡面喔 它D4都會是MS950 所以你只要打開怎麼亂嘛 原來我沒有設定UTL8 所以你就把這邊改一下UTL8 就恢復正常了 OK 那上禮拜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是怎麼 把它合併 所以你可以程式部分 原端上都有 就一個一個幫我把它串接 輸出就OK了 最後可以把它打開 所以你 假設上禮拜的東西 還不太熟的話 可以試試看喔 你會發現我這個程式 基本上寫非常的簡單 其實還蠻喜歡拍成這種寫 第一段就是什麼 如果檔案存在先刪除 第二段就是列舉 所有的檔案 用哪一個 用這個 把目錄給它 就會把檔案一個一個的丟到裡面來 所以Files裡面會放什麼 放一個list 所以如果說你不確定說這裡面放什麼 其實你有一個方法 可以先怎麼樣 把它 這底下註解掉 先不要跑 可以先在這邊用Print 那其實Equipe我覺得方便的地方是說 它可以打一個P 它自動提示 而且自動幫你產生這個程式 我覺得這來寫程式是蠻方便的 如果用其他環境它沒有自動提示 這邊你從頭到尾要打 這個好處是它會提示 你可以把File直接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它會告訴你說 裡面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放什麼 這裡面就放一個list 一定是中瓜糊 裡面的話一定是一個字串 豆點字串 如果你想要知道Root的話 其實就是再把Root放進來 也許你這個File不要了 你會發現其實它這個Root就是前面路徑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Root只有一個 你就串後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就等於這個東西 那你乾脆就直接自己打上去 還比較看得到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把兩個串在一起 然後後面的話就分別怎麼樣 把這些東西幫我一個一個的挑出來之後 然後把它合併寫在一起 再把它輸出 最後的話你可以用OS System 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就完成我們整個流程了 OK 回去的話可以再試試看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複雜 另外你也可以真的找一個實際上用途 比如說不只是TST 你如果有那個什麼呢 有CSV也可以 CSV其實它就是純文字檔 只是中間加豆點 你也可以找很多的CSV檔 我發現網路上蠻多開放資料 那個都是CSV檔 而且它分很多在不同檔 像之前我幫我下載一些資料 它就是一堆的CSV檔 但很麻煩 我想一件群網合併在一起 你可以直接拿這個來修改就好了 而且非常簡單 有時間可以自己再找其他範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那個Cursor 也許我們接下來就建一個新 New一個Module Module名稱的話 也許我這邊取一下Cursor 01 Cursor 01 按Finish 裡面的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裡面就剛剛講的 第一個 你要先Import什麼 SQL Lite 3 Import SQL Lite 3 那SQL Lite 3本身就已經存在在 我們的那個韓式庫裡面 所以不用額外安裝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講過 我們要先建資料庫 所以怎麼樣去建資料庫 其實呢 非常的簡單 你利用SQL Lite 它裡面後面有個叫Connect的方法 Connect方法後面呢 你就加一個呢 字串 這個字串 就是你的Database名稱 那你想說 那我給它一個名稱 如果那個資料庫不存在怎麼辦 我覺得Python 跟以前的那種程式開發邏輯不一樣 它滿貼心的 如果沒有 它就幫你建一個新的 如果有 它就直接把它開起來 這樣好貼心耶 以前不是喔 以前你要判斷 這個檔案有 沒有 沒有就要New一個新的 有 就把它開起來 變你自己要寫 現在不用喔 你直接怎麼用Connect就可以了 它會自己幫你判斷 如果沒有 就幫你建一個檔案 而且切別注意喔 SQL Lite是一個 檔案型態的一個資料庫 所以我給它一個名稱 叫Cursor01.db db的話 是它的副檔名 的一個資料庫 當然同學問說 老師一定要點Db嗎 沒有啦 你要解取 別的名稱也OK 我習慣是點Db 所以呢 它就建一個 那個 等於是建一個Database 並且呢 產生一個對應的物件 其實就在哪裡呢 在你的記憶體裡面 就有一個物件 叫Con 那這個Con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利用這個資料庫的物件 去幫我建一個table 那我要怎麼建table呢 特別注意喔 你要產生一個Cursor 那這個Cursor有點像是 資料庫的下一階的物件 通常我是把它當成是叫Cursor 我把它翻譯成叫資料表物件 資料庫裡面的下一階的資料表 那Cursor 不過Cursor的英文名稱 英文意思應該叫什麼 游標嘛 可是 問題是 它就不是那個意思 可是 但是它又取這個意思 那你知道嗎 反正 我知道它 不叫 你叫游標 怪怪 它明明就是資料庫的存取的那種功能 那你叫Cursor 不過 有個概念 因為我們在table裡面會有游標 就是它現在放在哪一筆 recker 哪一筆資料上面 所以它把那個當成是 命名的方法 所以 你記得這個就是一個table的物件 就是一個 直接把物件就對了 那我們就 利用con裡面建一個Cursor的物件 叫Cursor 所以這個Cursor物件裡面呢 它將來可以幫我做什麼呢 Execute Execute就是執行 執行一個SQL的命令 SQL語法 意思是說你可以利用呢 這個Cursor的物件 幫我們跟資料溝通 所以你要跟資料溝通 那你一定要學會 所謂的SQL 應該知道吧 SQL語言 SQL SQL 那如果你對SQL不熟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Google一下 SQL語法教學一堆 但是其他給你很多啦 但大部分其實都不一定用得上 最重要是那些啦 我們會用到 首先你要建table的話 關鍵字來了 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字串 你要跟資料庫溝通 你要講 他聽得懂的話 就是SQL語言 SQL語言裡面的話 我要建資料庫裡面 第一個你要告訴他說 你要建的資料庫名稱叫什麼 所以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那後面這一串呢 if not exist 這個是可以不用加的 也就是你create table有沒有 if not exist 不加沒關係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不加這個的話 他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第一次 對 已經有了 如果你下一次呢 再執行一次 欸 他不會蓋 他就錯了 因為他會告訴你說 已經存在了喔 你不能再叫table01 所以呢 我們為了避免什麼 你下一代執行 run第一次已經建了 第二次 會出錯 所以怎麼辦呢 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if not exist 就是說呢 他如果不存在的時候 才建table 那如果他已經有了 那就不建table ok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什麼 我們建兩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叫lumber 然後呢 他的那個 記得喔 外面是雙引號 裡面就單引號 他的欄位名稱呢 記得喔 要給什麼 給那個 就是一個名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那他的型態呢 叫 integer 整數 ok 常會用到像 如果是整數的話 用 integer 那 如果是 文字的話 用 test 另外的話呢 我們這邊把它設為 primary key 也就是lumber 這個是他的主key喔 ok 主要的key 然後拿著 null 是不允許空的 不過 當然如果你實在 記不了那麼多 就這樣也可不可以啦 只是說 一般習慣是一定會有 欄位一定要有key 如果沒有key 資料的話 會有重複的問題 另外一定會有可能 沒資料 那如果沒資料 發生錯誤的話 那你就再加上 這兩個敘述 主key是他 然後不能空的 另外 excue之後的話 他就怎麼樣 幫我建一個table 名稱就是 這兩個欄位 那可是有欄位了 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要新增資料進去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在下面再增加一個 另外一個敘述 就是我要再把資料丟進去 那所以呢 應該 應該 如果以前有上過那個 進階課 VBA進階課裡面也有 就是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然後呢 values 不過其實中間 應該要 習慣上應該再加一個什麼 哪個欄位 number 跟什麼呢 跟電話 那另外其實這個啦 這個其實就是哪個table裡面的哪個欄位 放什麼資料 不過 因為 如果你兩個欄位都有加 這個其實可以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反正放兩個資料 這樣完成之後 我們來執行看看 基本上 如果你把它執行完畢之後 你會發現喔 他就幫我 建了一個資料庫 欸 他沒有錯誤喔 那他建了一個資料庫 也建了一個資料表 裡面放了一筆記錄 OK 那特別注意喔 可是問題來了 你現在怎麼看不到裡面的東西喔 一一請你在這個module 這個module的旁邊喔 把它按右鍵 它有一個refresh 或是按F5 refresh之後你會發現喔 欸 他出現了一個什麼 資料庫 有沒有 因為我指定的是 相對路徑 所以他會幫我把這個殼子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裡面會有一個table 在裡面 還有一筆Raker 可是問題來了喔 它有點像一個SS的資料庫 但如果你SS資料庫 電腦裡面如果沒有裝SS 看得到嗎 看不到 那SQLite怎麼辦呢 你要弄一個東西可以看得到 所以喔 如果你要看到裡面東西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這邊提供一個 我們那個雲端上面有個 就是雲端上面喔 你可以找到補充資料 裡面會有一個軟體 叫做SQLite Browser 這個軟體還蠻好用的 我很喜歡它 因為它非常簡單 也是免安裝的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按錯了 應該這個 下載 好 下載之後解壓之後 它也免安裝 那它就有點像是 SS至於MDB 可以把它開起來 也許你就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並且按右鍵 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至尺好了 解出來之後的話 一樣會有個目錄 它免安裝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Open它 那我的東西是放在那個低疊底下 所以我是放在低疊底下的那個 我的Workspace 不過後來要放這個 TESTER裡面的這個 那我有多了一層 因為我要多加一個叫SQLite3 這邊會有一個Curter01 那你就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這個軟體 把它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第一個 它的Structure就出來了 一個Table裡面會有兩個欄位 而且這個是整數 Primate Key 然後裡面這個第二個是TESTER 裡面我有insert一筆紀錄 你可以叫Browse Data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我們剛剛的Table Table01出來了 然後並且我已經insert了一筆紀錄在這裡面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試一下 如何把那個 利用那個SQLite建一個Database 並且篩一筆紀錄就可以了 但是請記得 你待會如果再執行 應該會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Key它是不允許重複的 所以如果你是執行的話 它會發現說 這Unique 所以怎麼辦 如果你在執行的話 可能要改一下 改三 那它又怎麼樣 又增加一筆進去了 那你可以再怎麼樣 好像refresh吧 refresh功能 切一下 又來了 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你可以再執行 它又再增加一筆 可是其實很麻煩 如果說 你如果不希望這個編號 每一次都要自己打 因為你怎麼知道 你編號現在打到多少 所以它有一個功能叫 Auto Increment 自動幫你編號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畫面先切一下 那剛剛這段程式 是嘛 雲端上也有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的程式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可以自己 run完之後 可以把它刪掉 有些部分程式可以重打一下 好